日本防衛省为加强应对外国势力 在网络上发动假消息作战 2022年度将新设全球战略情报官聚位 日媒报道 俄罗斯以移除纳粹势力为由入侵乌克兰 引起日本警惕 中共也擅长类似的讯息战 因此战略情报官的主要工作内容 将是以中俄为核心做好准备 后来也考虑开设中文社群网络 以加强情报发声 路透社引述意大利三名政府官员消息 昨次意大利政府废除了将一家军用无人机公司 出售给中国投资者的交易 2018年中共国企中国中车控股 透过一间在香港注册的空客公司 收购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制造商阿尔卑 最后就把该公司敏感技术向中国转移 以获取军用无人机的机密 美国总统拜登加强与哥伦比亚关系 为双方更激烈的军事和商务关系闯开大门 时日拜登与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在白宫举行面对面会台 认定哥伦比亚是美国主要的 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 日本311大地震届满11周年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 现在相关辞者失踪人数已达22207人 还有近4万元没办法返回家乡 在区民众周年这天在各地追到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也特地录制影片 各行各业的员们在纸板上写下想对台湾说的话 非常谢谢台湾当年的帮助 希望能再到台湾玩 还有人高呼 我爱台湾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